垃圾车到了 民众拿着大包小包准备倒垃圾 就看到回收车打双黄灯 停靠路边 不过车子突然往前冲了一下 右前方的富人赶紧跳开 但左前方站在厨余桶前的老富人 反应不及直接被撞倒 卡在车底 他就是因为回收车嘛 所以就这样子再倒垃圾 然后车就有一点往前 然后就有一点被撞倒 垃圾车没有注意的 没有注意前面有那个老人家 对 这起惊险车祸发生在小年夜早上 金融市清洁队员执行春节清运勤务 因驾驶在停靠回收车时操作不慎 撞到83岁的许姓富人 造成富人髋关节受伤 得开刀治疗 预计2月下旬才能出院 遭撞富人无法回家过年 由我代表环保局向许姓富人 以及家属表达致歉 我们会尽力的协助相关的理赔 以及善后的作业 我们在第一时间也已经有去探望这个伤者 并且也向家属诚恳地表达歉意 至于回收车驾驶非常自责 目前已被暂停勤务 环保局也将进行调查 厘清相关的责任 迷失新闻陈崇瀚 基隆报导 优优平